真是废物 向 向人知错了 请 大人息怒啊 不用这么激动 反正人跑不了 有一就有二 既然能被人甩下一次 自然就能甩下第二次 功夫都白学了 才走了几条街就被人发现 以后还怎么再中原混呢 这些中原中人就是小花 总说咱们野蛮 他们不但兴严多 就连天地人伦都不在乎 我不管他们什么天地人伦 我只要为我弟弟报仇 你也一样 不过 你比我还多了一样 你不但要为弟弟报仇 还要为自己的双腿报仇 混账 吴杰 不要以为你还是当年的滇足大将 我和你合作是看你还有用 你别不知好歹 你以为你是幽教教主又怎么样 不过偏居西南异渔之地 强占个头罢了 到了这中原地带 你还能作威作福吗 除了这天门 中原武林大有人在 不然你的手下 怎么会这么轻易 就被别人甩下了 吴杰 不要说这些废话了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报仇 还有顺便在中原立威吧 我倒有个主意 你要不要听 什么主意 就是我们吧 怎么样 邱大夫 严将军 是喜脉 已经两个多月了 而且 还是双脉 简直 你的意思如何 邱大夫 非理性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是担心 门主 虽然 严将军的身体 曾经受过损伤 并不适合再生育 但是 若让他强行将孩子留掉 反而有性命之忧啊 唉 这些年 脱离了天门那些反心事 在草原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身体的状况 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了 将军只要小心一些 安心休养 应该可以平安产下孩子 只是 会比以前辛苦许多 那邱大夫 就留在非理身边照看吧 唉 邱某这些年 在外面也跑累了 是时候回到这里 好好地陪将军下一盘棋了 有劳邱大夫了 为了我 前些年 邱大夫真是没过几天平静日子 哪里 对了 这些年来 我特别依据你的情况 配置了一些补药 想不到 这么快就能排上用场 另外 我还得到了一个方子 什么药方 是可以防止摩烟人收孕的药方 邱大夫 从何得知这药方的 那是去年我遇上一个人 那时真是巧 若是不让我碰伤 那人重伤之下 只怕和腹中的孩子都要不保 我帮他接生下一个女婴 又帮他治了伤 他是嫡传的摩烟人 知道我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于是给了我这个方子 说是可以让你们摩烟族男人防止受孕的 原来这世上 具有摩烟族体制的不止我一人 愿意以男子之身 为爱人产子的 也有其他人啊 是啊 那药方 我回去仔细研究之后 确实很奇妙啊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后来怎样 唉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还没来得及问 他就走了 他受了那么重的伤 又刚刚生下孩子 居然点了我的穴道就走了 他那时正在被人追杀 大概是不想拖累我吧 那孩子呢 孩子没事 他把孩子留下来了 我抱回了天门 长得很好 菲林 我会派来安慰守护在别院四周 这一次 我要好好陪着你 千枝 邱大夫呢 我们刚才在下棋呢 我让他下去了 你们俩一个睡觉 一个发呆 真吓得好棋 邱大夫有心事 我总觉得 他心不在焉 过两天就好了 你怎么知道 到底是什么事 别问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 夫人 近日回府了吗 她整日关在佛堂里念佛 我真不知道 她在想什么 这两个孩子 你打算怎么办 你放心 我不会再把孩子 带回去给她抚养 娘 娘 娘 哗哗 我不是你娘 要找你 娘 娘 哗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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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大夫 这个孩子是 她 她 她 是我女儿 什么 她 是你的孩子 不是 那个 那个 她 她就是 那个摩耶人的孩子 她 她 原来如此 爹爹 爹爹 西门门主 严将军 好久不见 在下 已经不是天门中人 西门门主 别再这么叫我了 既然如此 你也不用叫我什么门主 叫西门便好 千知果然好福气啊 两位世子 很快就走哥哥了 彼此彼此 芸汐也不用客气 你手上这位千金 也有福了 哈哈哈哈 千知 爹爹 爹爹 爸爸 信息的 你 你在孩子面前 就别这么 别吓唬了孩子 哎 他肯定是趁我不在 这几个月 敬你孩子 交心乱七八糟的东西 喂 灵儿来爹爹这里 你娘要生气了 我才是灵儿的爹 千知 邱大夫和西门 到底是怎么了 芸汐是今天早上来的 那孩子 是上回邱业园说的 那个摩烟人留下的 邱大夫一直当成 自己的孩子抚养 本来 三个月前 我邀他来妖精 听说他是打算 带着孩子一起来 谁知道和芸汐 闹了什么矛盾 结果 把孩子丢下 自己来了 我也是前几日 接到芸汐的信 才知道这回事的 那邱大夫 和西门 不就是我 和你的关系 那西门怎么知道我 我 有 放心 没关系 邱业人把孩子抱回去时 他就知道 那个摩烟人的事 再说 他和邱业园那种关系 你的事 又如何隐瞒得了 我看他心里 巴扯还羡慕得很 恨不得邱大夫 也能给他 升上几个 你当然说的轻松 门主已经三天没来 守护在别院四周的安慰 比平时多了一倍 总觉得 哪里不对 这封丝 一定不能给将军看到 邱大夫 药材买好了吗 哦 买到了 邱大夫 你可遇到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你去哪里买药了 可遇到门主 没有 我很好 我没事 严将军 我还有事 先回房了 这些药草还要处理呢 那你去吧 邱大夫 你掉了东西 这是 这是 梨儿 他们带走了梨儿 颜将军 颜将军 你没事吧 你先坐下 我没事 邱大夫 到底怎么了 这封信 你从哪里找到的 梨儿呢 她在哪 我从吉尸买药时 发现了这封没署名的信 三天前 门主夫人带着两位世子上山拜佛 却在山道上遇袭 二十四名王府不义 全部被杀 夫人和两个世子 不知所作 什么 麻烦邱大夫 先扶我回房 邱大夫 你猜到了吧 要是 就是四年前 你帮我接生的那个孩子 是我亲生的 也是门主亲生的 我猜到了 今天这件事 还有人知道吗 没有 颜将军 你不要担心 有北汤门主在 不会有事的 颜将军 你 你不会 真的打算赴约吧 邱大夫 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 我会和门主商量的 都是我不好 邱大夫 不关你的事 那些人的目标是我 就算没有你 他们也会向别的办法 把心送到我手上的 说来 我还要感谢你 不然 我又如何知道 黎儿的消息 可是 邱大夫 你放心 有门主在 一天门 和北汤王的势力 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王爷 今天 什么都没发现 是 没有任何的消息 误解 上次奴走飞离 我断他一双腿 狄人不讲信仪 不顾情面 会为了报仇 不顾一切 不足手段 王爷 你要去哪儿啊 现在这个时候 不必担心 还没人能把我怎么样 你们就不必跟着我们 回王府去吧 你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了 还没睡 我在等你 真心 你看看 你都知道了 到底是什么人 你可有什么线索 我不想让你担心 黎儿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以为 我能安心吗 飞离 这件事 你把我当成 黎儿的什么人 我试试了几层武功 但 还不是个废人 你不想让我担心 却又没有为我想过 飞离 现在 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亲口告诉我 我告诉你 你别激动 这些人的目的是我 不 不只是你 还有我 看来他们 不仅知道我们的关系 还很可能知道 黎儿的身世 什么 这只是我的揣测 黎儿的身世 这世上知道的人 只有你我 不 他们一定知道什么 不然 不会拿黎儿威胁我 简直 我要去赴约 不行 这件事 最有可能 就是误解 他与我有杀地之仇 与你有断腿之恨 在华城 又知道我们的关系 只是 他绝不可能 知道黎儿的事 飞离 飞离 今日太晚了 早点休息 不 我不想睡 你不要这样 就算不为了自己 也要为了孩子想想 怎么了 我去找邱月元 不 我 我又懒 飞离 你不要太担心 黎儿年纪虽小 却十分有心急 未必会让人欺负了去 何况 他们既然敢写信来挑衅 就不会把人怎么样 禀告门主 门外有一乡下的妇人 说是受人之托 给一位信严的人 送来一件东西 这不是 李儿随身佩戴的 那柄黄小木剑吧 还有一封信 明天 飞离 我去命安卫 严查那位夫人 你先别担心 我让灵珠安排人 易容成为你的模样赴约 我会暗中带人马守着 嗯 门主 不好了 严将军不见了 什么 有人吸气院内的下人 把严将军掳走了 果然那封信说的符约 就是圈套 费离 你到底在哪儿 夫人 严将军 好久不见 别来 别来无恙 灵珠 出来吧 是 夫人 严将军 没想到吧 被人背叛 这滋味 不好受吧 正如我做梦也想不到 你竟然和她是这种关系 别告诉我 别告诉我你是练功走火入魔 才会变成这副模样 你想怎样 严将军 我劲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 这里有人可是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呢 你要是这活生产 可没人帮你接身 小崽子还给你 小崽子还给你 你是什么人 我乃幽教教主安明 也是前岳国二皇子 原来是安教主 杀父灭族 王国之恨 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岳国虽然归于文国领土 我却知道 这些都是托北汤澳的福 你若有仇 冲着我们来就好了 为何 为难一个孩子 抓这两个小鬼并非我本意 不过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这小子倔强得很 年纪虽小 却有几分本事 近日 竟伤了我一个手下 这才小小教训他一下 义父 弟弟 你们把药灰 藏在什么地方了 严将军和小世子 还是在这里安心做客 不要东想西想 管这管那 本教 自会好好款待你们 李二 快让义父看看你 义父 我没事 好孩子 义父帮你帮着 一会儿就不疼了 义父 我不疼 李二一点也不疼 李二 真了不起 义父 我冷 没事 义父再 来 吃点东西 义父 你一点都不想吃 怎么会 怎么会 你看你胖了这么多 我分明一点都不想李二 父王还说你病了 我也不能来看我 父王骗人 义父 确实病了 义父 真的很想李二 我不信 义父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事 义父只是 有点不舒服 一会儿就好了 义父 你是不是饿了 你也吃馒头啊 别动 小心伤口 有义父在 李二什么也不怕 这点小伤 算什么 父王说 我们北唐家 有明月神功 什么都不用怕 李二 你的明月神功 练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厌制低层了 我下午机上 那个侍卫逃出去 想去找国家 他是那个坏蛋 这孩子实在胆大心喜 足智多谋 只可惜 年纪太小 经验 和功力不足 若再长个几岁 便真的放心 让他一人逃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待会儿,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好好跟在义父身边。 义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父王来救我们吧! 将他们带出去! 看什么,快走! 这里应该是个寺院,前方找过的似乎是检院庙女。 我只很忘了,大概用不了半个时辰,就会烧过来。 施主,别往里面去,很危险。 这匹臭和尚别挡路。 丽儿,跟着义父,跑。 一群废物,还不快追! 义父,义父,我们快跑。 丽儿,快走,去找你父王。 丽儿! 义父! 快跑! 义父! 快走,快走! 你不听义父的话吧,快去找你父王! 你自己要让儿子回去送死,可怪不得别人。 你,你,你什么意思? 乌节在前院埋了火药,等待与北塘澳同归于尽。 不然,你以为我幽教为何要撤? 不,不,这不是真的,不要! 已经开始了,快撤! 别管他了,撤离! 丽儿,丽儿,千志,一起去吧。 严将军,将军! 丽儿,切。 将军,将军! 你在做什么? 大哥,你,你为什么帮夫人报复他? 你懂什么,让开! 这个男人是异族 是祸害 怎能不出 不 他不是 他是个好人 大哥 你不要一错再错 我没有错 门主被他迷惑 你也被他迷惑 本来他走了就算了 可他就要回来 你看看他的样子 哪里像个男人 我们是被唐家的暗卫 保护的只有门主与夫人 而不是这样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走开 不行 是我自己喜欢他 这不是他的错 大哥你 大哥 菲莉 我的梨儿老师 你睁开眼 我和梨儿都没事 我们都没事 快醒醒 醒醒 门主 请你扶好严将军 我割开他的尖肉 才能把剑拔出来 他怎么样了 剑伤还在其次 剑上有毒 会侵蚀心脉 可是 他有七个月的身孕 又动了胎气 无法帮他解毒 他中的毒 是性子猛烈 并不是不能解 并不是不能解 但是 要解此毒 必须毒走全身 慢慢将其化解 可是如此 胎儿必定受损 怕会 胎死负重 为他解毒 我虽以言真之说 暂时将毒性困住 但若迟迟不及 伤及心脉 到时 便无可挽回 那该怎么办 现在 我先将毒止住 孩子也必须要保住 只要 被他们主 以内力 保住他的心脉 三日内 应可无碍 在这三日内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礼 你醒了 来 喝点东西 离儿呢 我一会儿就叫他来 你先歇歇 简直 无论如何 要保住孩子 你不会有事的 孩子也不会有事 无计和安民已经死了 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们 门主 该为严将军喝药了 邱大夫 为了治药 这三天三夜 你都没合眼 辛苦你了 哎 门主别这么说 这种药 只能缓解毒性 却不能将其完全清除 只要熬到孩子出生 才能把他底内的毒 一举清楚 义父 义父 我知道了 你的肚子里有宝宝 离儿 你怎么知道 难道不是吗 是 离儿真聪明 义父生下的宝宝 是不是我的弟弟妹妹 义父的孩子 自然是你的弟妹了 我知道了 我也是父王和义父的孩子 离儿 离儿希望自己是父王 和义父的孩子吗 当然了 原来我真的是义父的孩子 真好 离儿 那你 那你叫我一声 叫我一声 爹地 离儿 乖 爹地 爹地 非礼 离儿乖 不要打叫爹地休息 爹地 爹地 他 会不会死 不会 你爹地会好起来 和父王 和父王在一起 嗯 我也要和父王爹爹在一起 飞离儿 我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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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你怎么了 是 是孩子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么早 还不足八月 非离 你忍一忍 邱大夫来了 门主 现在是早了点 但是双胞胎 大都是要早产的 一定 一定要保住 孩子 我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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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时出来的 一先一后 似乎一眨眼的时间 就结束了 北塘奥 一直看着严妃 在孩子诞生的那一刹那 严妃 推离扬起头 漆黑的瞳孔里 映出北塘奥的念容 王室瞬间 一幕一幕 在脑海里 纷乱掠拨 第一次相遇 第一次相遇 那个月夜下 年轻俊修的叛军将领 第一次相伴 那个江湖路上 忠心沉默的属下 第一次结合 那个阴暗的林子里 痛楚狼狈的颜妃里 岁月如梭 从末路到熟悉 从熟悉到伤害 从伤害到相知 从相知到相爱 漫漫长路 让他们走了整整十二年 莫乔良辰总部 安长路 非离 非离 活下去 不要离开我 以后的路 我们可以一起走 北塘门主 他累了 让他好好休息吧 是 他是应该好好休息了 非离 为何你会爱上我 你知道 我这个人冷漠无情 不好美色 不喜欢女人 自然 更不喜欢男人 这事实啊 许多事 都无法让我在意 但是这样的我 居然爱上了你 想来 都是命中注定 门主 门主不必放得金赏 属下是自愿的 我知道 你受了委屈 我做了什么事 你都不会怪我 我把离儿带走 你也不愿 我娶了灵烟烟 你也不恨 你怎能对我如此包容 恨 这个字 我从来没有想过 属下 属下 怎么会恨门主的 属下 从没想过 我也不知道 从何时开始 你竟变得如此重要 当我知道你遇险 马上丢下门中事物 快马加鞭地赶到 简经战场 门主 您说得对 孩子的事 我是不应该再想的 可是 我忘不掉 真的忘不掉 我努力过 可是做不到 属下 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爱上你 爱上一个男人 真是造花弄人 不过感谢上天 那个人是你 非离 非离 请知心 离 我不会放你走 我们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温主 严将军 严将军一直没有醒来 秋月原说 这种状况 已经是很好了 温主 小人自知大哥灵珠叛逆天门 连累将军世子 最大恶极 温主直飞了他武功 逐出王府 灵珠已愧疚难当 第二人 要设自己了 人既然已经死了 往日恩怨 便一两百两 只是他背叛本王 罪不可恕 北唐王府 已将他从名册中出名 此后再不是我府中人 你爱将他葬在哪 就葬在哪 不必请示本王 王爷 我们灵珠世代 是北唐王的家奴 兄长放了重罪除名 灵情无话可说 只希望王爷 看在往日的情面上 网开一面 让家乡的骨位 埋在我们灵珠的祖坟里吧 求王爷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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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念在我们主仆一场 那日 你也设身救了非离 你将他的骨灰 撒到北唐家的祖坟上吧 本王 已是人之一境了 多谢王爷成全 门主 我们明日便出发去灵影谷 为炎将军寻医治病 我翻过师祖 钥匙散人的遗物 通过天门势力 多方打听 已经知道灵影谷 一个暗装的大概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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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们在这等着 我去看看 是 温主 少侠 请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可需在下帮忙灭火 你是谁 在下 北唐澳 你来这里做什么 在下想请零音谷 济世高人 帮忙救人 这里不是零音谷 零音谷 也对救人没有兴趣 等等 冒犯了 你是零音谷的人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若是如此 在下得罪了 门主 这位少年是 月儿晨儿醒了 当时忙着被严家军 直写解读 竟没有注意 他们哪个是先出生的 这两个小家伙 是姐弟还是兄妹 还没弄清楚 这两个孩子 岂须衰弱 身形不足 是早产儿 不错 早产了一个月 求医的是里面那人 是 这是你的孩子 还是他的 是我的 也是他的 门主 如果他是摩耶人 我就救他 你能救他 天下 没有我救不了的人 你是 零音谷的人 半年 什么 半年之内 我治好他 山坡那边 有个青音阁 你们先住那里 两个孩子 似乎也中了些毒 我要看看 这里真的是零音谷吗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人在谷中 谷 却在人心中 何必试试刨根究底 世上 哪有那么多事明明白白 好硬的脾气 这个少年不简单 零音谷 规矩中多 邱大夫在这里 还是谨言慎行的好 知道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少年 名叫柳明 是零音谷 第十四代谷主的 嫡传弟子 一属高明 轻触于蓝 若是按照辈分 我还要管他叫声师叔 不过 严肥黎的病情 在柳明的治疗下 渐渐有了起色 这一声师叔 还真的没白叫 北塘奥与颜妃离一行人 在零音谷 渡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转眼又是春暖花开的时节 好功 好剑法 你从哪找来的 该不会是你做的吧 当然 你现在比例大不如前 还是我自己做的比较合适 你先用它练习 以后我们再慢慢根据你的恢复情况 调整它的实力 这一年多来 辛苦你了 不 辛苦的是你 我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你看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费力 回去吧 月儿和成儿已经醒了 好 柳明说你的身体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从下个月开始 不用再服药了 以后只要仔细调养 适当练功 当刻完全康复 真的 秦志 从我昏迷醒来 已经过了一年多 你 不回去看看吧 回去 回哪里 秦志 你决定了 这一年多来 我也想明白了 天门和朝堂 果然重要 却并非我冤 只有与你在一起 逍遥自在 闲雨也喝 才是我朝思暮想的东西 费力 无论是天门 还是朝堂 我都不想回去了 与你经历了这番生离死别 深改人生苦短 我们何不趁现在 放开手脚 过自己的日子去 好 不过 您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孩子们怎么办 管他们做什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 等月儿 尘儿在大点 我会把他们送回王府 李儿已经懂事了 这孩子有胆有识 从你明慧 我十二岁继承王府 以他的修为来看 恐怕比我还能早上两年 完全不用担心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赶紧养好身子 然后与我一起 逍遥江湖 你看如何 好 等我们都老了 消遥够了 就去找个清静的地方 避世隐居 平平淡淡地过完此生 这是我心中所愿 只怕 牵着你到时 会觉得寂寞无聊了 有你在 怎会寂寞无聊 若真无聊了 我们再生一个孩子 承唤七下如何 你做梦 开玩笑的 我怎么会再舍得你受苦 菲林 柳明说你的身体已无大碍 我们也可以 恢复房式了 反正你现在 已不用再服药 不如我们尽管叫 闭嘴 远处夕阳缓缓沉下 出生的淡月 渐渐升起 颜飞离修脑的话语 被山岭间 淡淡地清风吹散 脚下 地草如荫 直满山坡 两个相邪相伴的身影 向着竹屋 满满躲去 此生此世 此情不断 是风华 时世原作 古风单眉广播剧 段情节 完结篇 段情节剧组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